带你一分钟了解精彩剧情 至四年校园时光匆匆而过 芬芳留校做了辅导员 在这四年间 荣芬芳 这个一度被人嫌弃嘲笑的扫把星 荣胖子 在经历过家丑曝光 同学排挤 舅舅车祸 学业瓶颈等重重挫折之后 逐渐成长成熟 他凭借着一股乐观阳光的向日葵性格 和固执倔强的杂草精神 赢得了同学师长的认可与尊重 在自动过滤掉所有不愉快的记忆之后 沉淀在芬芳生命中的 是老校长的知遇之恩 辅导员周可悦的信任鼓励 好友宋颜的落难元首 以及林超带给他的情斗初开的暗恋想象 还有和半路退学做北漂的林月娜相隔千里 却患难与共的哥们友谊 或许命运就是喜欢开玩笑 或许老天欲将大任而有意磨砺他 芬芳毕业后的生活也总是大起大落 幸福与痛苦交替来临 当他终于鼓起勇气 想对林超表白积蓄已久的爱意 好友宋颜却以杰族先登 当他拒绝与变质的社会同流合污 以女性的独立 放弃了富商王魏民的求婚 他真心祝福的好友和初恋 却深深败给了物质世界 娇恶分手 当他再度坚定起信念 用爱与真诚 将林超拉出了事业情长两失意的泥沼 一个小小的机会 却引发了爱人的背叛 这个装满了芬芳青春岁月美好记忆的男人 终于入坠到文化商人高文涛的豪门 与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高朵 双双留学大洋彼岸 而让芬芳怎么也没有料到的是 随后那个支撑 扶持她走过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的人 竟是从前被外婆骂做小混蛋的不靠谱 男青年林月 为了铁哥们 林月两度中断了自己如日中天的北漂歌手事业 来到芬芳和女儿童童身边 扮演起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角色 在林月自我牺牲式的陪伴和照顾下 芬芳从女儿降生 被迫辞职 无家可归 甚至到后来又发现女儿先天失聪 盲目求医 却上当受骗 一路磕半走来 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两人方才意识到 曾经的冤家正是彼此的阳光 信念与真爱 龙芬芳 龙芬芳 你的嘴里哪一句话是真话 你还能让我相信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要听 我要你承担责任 三天之内 你跟我儿子办好离婚手续 否则 你别怪我做出过分的事情来 瓜 你怎么来了 您看 您看芬芳都说什么了 我能说什么 你就是个大傻子 我赶紧早就做出第一个音乐 我和你讲的是什么 天下 你也可以说一张 我来找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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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 回来的路上 我思前想好 这婚 咱们不能离 不为别的 就为通通 宁愿 三天之内 咱俩必须把离婚手续办理 你先别反驳我 听我说 咱们现在所有的问题 不都出现在假结婚上吗 我想明白了 咱把假的变成真的 不就完了吗 我看谁还敢再说三道四 芬芳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从现在起 我们就是朕的夫妻 我喜欢童童 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愿意做他的父亲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相信我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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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有 prob 容老师 我们今天来找你谈话 是因为学校接到了 群众的举报 说你通过贾结婚手的 来占据学校的房子 余少杰 这种事以前学校也发生过 所以 我们想跟你俩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容老师 请你本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 如实地回答问题 好吗 容老师 你不要紧张 你只要实事求是的回答问题 就可以了 回答什么问题啊 我跟你们实事求是的行不行 谁是钟处长啊 我是 你是谁 你就是钟处长啊 你们干吗呢这是 省我老婆呢 没有什么 没省着干吗呢 没有 谁说我们假结婚的 你别说话了 谁说我们假结婚的 你把她叫过来 是不是觉得我们小两口刚结婚 生活太甜蜜啊 她妒忌是吧 你把她叫过来 我先把她弄离婚了 怎么这样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学校的事我管不着 但是你们谁要敢招我老婆 我见你们一个打你们一个 我是一无业游民 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逼急了我一把火 跟你把学校烧了你信不信 怎么说话呢你 我就这么说话 你不要现在激动好吧 我信仰能不激动吗 你听我说 听我说 光临 你激不激动啊 你听我说 你说 你说什么呀 我们刚才已经跟 卢老师解释过了 我们只是跟他 核实一下情况 核实什么呀 你找我核实啊 看见没有 这是不是解婚这儿 有没有我们照片 有没有刚印 是不是民政局发的 核实你找民政局核实去 费什么话啊你在这儿 走 老婆 你 你别闹了 我闹还是他们闹啊 我这不是帮了他们核实吗 你们搞搞清楚 你们大还是政府大 快点快点 你放开我 你给我回家 你给我来点自尊 行不行啊 对不起啊 这是闹的 我承认 我就是为了房子 假结婚 你有病吗你 有什么吩咐 别听他了 昨晚我们刚吵完架 闲不闲丢人 有什么事咱回家说 你别在这儿 你有病你在这儿丢人 你别闹了行不行 你放开 你赶紧跟我回家 你给我回家 你用你说的话 你赶紧跟我 你听听没有 你给我坐下 你给我坐下 对不起啊 举报的情况一切舒适 我承认 我就是为了房子 假结婚 容芬芳 我 坐下 闭嘴 你别闹着 中书记 对不起 我给咱们洗抹黑了 我让您失望了 现在 我正式向学校 提出我的辞职申请 对 大族 你是我岁月 弥漫的芬芳 多好的日子啊 你期待前去 我愿意陪着你 龙二日 这是我们全班同学 送给您和您女儿的礼物 希望您 永远阳光 永远芬芳 别担心 帅俩 恪传 肯定 爱冲着那雨后 你图的伪格 岁月是烈日 谢谢 谢谢你们 是你吗 我的爱人 奔跑在春风 哭谎你马天 别走 你是我青春雨下的味道 多好的日子啊 你愿意留下 我陪你守在原地 是你吗 我的宝贝 沉睡在秋阳午后的暖床 音乐 别走 现在都结束了 我一辈子都欠你的 多好的日子啊 我谢谢你 我愿意陪你 你走吧 现在你告诉我 孩子亲生父亲是谁 你以前答应过我 咱们不提这事 那是以前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容芳芳你知道吗 你现在是个无业无名了 你现在的情况还没我好 你告诉我 你拿什么养过你自己 学校还没有调查你 你自己先招了 好 招了也罢 你把房子退回去也行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辞职 别人辞职是下海 下的是山海 你这下的是火海 你知道吗 我答应过林老师 我要做一个好老师 可现在我不是 我必须 你别再这冠冕堂皇 你自己为人世表了 你自己痛快了 你为童童想过一点点吗 你拿什么养过童童 林玥 你别着急 我是做个大学老师的人 我还能找不着一份工作吗 再说我上大学之前 我还给人端过盘子 我什么苦没吃过呀 你放心吧 饿不死我们娘俩 你让我怎么发现 龙文芳你知道我现在的感受吗 我觉得是我 抛弃了你们波儿挂鼓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像个男人 眼泪呀 随风流淌 感谢岁月刻画了我的伤 微笑啊 别来无恙 只是别生就过往 只是别生就过往 年少的迷惘 年少的迷惘 已换了模样 岁月又有时时迷茫茫 小龙依旧脸上 人海中流浪 人海中流浪 你在我心上 爱情是坚守还是有我 都是我的信仰 信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芬芳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有本事做 就没本事说呀 你今天必须得告诉我 你个男人到底是谁 你不说是不是 我真后悔 当初为什么要把你留下 千辛万苦地把你养大 就是为了要看 你今天这副蠢样子啊 你妈走的时候怎么说的呀 要你这辈子千万别学她 你当好一百八十条路你不走啊 你非要走这条黑道啊 你这个不成绩的东西你 妈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芬芳都回来了 现在还是想想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 我们江家不留这样的人 她爱上哪儿上哪儿 我也不见心不烦 你是荣芬芳吧 小林住在这儿的时候 看你常来 我还以为你们俩是一对呢 不是 我们是普通朋友 她是我老师 她是你老师啊 原来这样 还愣在这儿干什么 还不快把东西给人拿进去 你看 你看 你带个孩子 又跟人家合租 我这条件这么差 行吗 没有 您这条件挺好的 再说 这儿风景这么好 您的房租还便宜 小林住在这儿的时候呀 也是这么说 看来你们这儿有文化的人啊 还真能将就的 丁阿姨 这头月房租您收好了 你真客气 小林在的时候呀 也是每个月就提前付房租 那我帮你收拾收拾啊 鹑菁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收拾东西 带他们回家 好 外婆 舅舅 我这次真没赌气 孩子我自己能带 你怎么跟你妈一样 那么酱啊 你看你这条件 这么点地方住俩大人 你还带一孩子 半夜孩子一哭一闹 人家不烦哪 听话 跟舅舅回去 舅舅 没事 我跟我童童都说好了 童童挺乖的 不怎么哭 万一哭的话 我就把他抱到外面去 一会儿就好了 再说了 我也得多锻炼锻炼啊 那行 你愿意吃苦 那是你的事 你就在这儿待着 可童童 我必须得带回家 外婆 我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了 你说我吧 就是你从小 辛意苦苦带大的 现在 你岁数大了 可我还年轻 孩子我自己能带好 就算有什么事儿 我可以回家去找你啊 我可以回家去找你啊 就算有什么事儿 你就相信我吧 行了 别怂了啊 带你回去照顾童童 外婆 你慢点啊 芬芬芬 记得啊 有事儿给舅舅打电话 舅舅有车 随时都可以过来到 我知道了 那我们走了啊 来 你 我 我 你 我 我知道了 你 我 你 队长啊 今天一定准时来接孩子 我儿子啊 带着我的朋友到家 我要给他们做晚饭 行 您放心 我肯定准时回来 那就好啊 大哥 你盯着这杯奶茶多长时间了 你想要的话给你喝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 就这么一首诗 别的小朋友半个小时就记下来了 你呢 这都大半天了 记得上去忘下去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多拉拉梦 多拉拉梦 我知道 大熊要是有你这么个朋友 早就被你给急死了 看什么呀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你已经变成笨蛋大熊了 陈子恒 你醒一醒 你别再做梦了 你谁都不是 你就是你自己 知道吗 专心点 接着读 除何 老师能不能别除了 已经三点整了 我该去休息了 还有一刻钟 接着念 明明已经到了 你自己回头看嘛 不用看 你调了时间 少跟我玩这种低级的游戏 接着念 除何 老师 你是我们家出钱叫来的 你是我们家出钱叫来的 这儿我说了算 你说了不算 谁说你说的算了 你爸爸花钱把我叫来 是让我来管你的 不是让我来听你的 知道吗 还说我不到一个星期就得走呢 这一星期早过了 我走了吗 男子汉说话算话 有本事让我走 我不走你就得给我好好读书 告诉你陈子恒 你死了这条心吗 再过一个星期我也不会走了 我管定你了 好好读 老实点 听见没有 请进 容老师啊 打扰了 子恒今天还乖吧 乖 乖 都两个小时了 歇会儿吧 让他再复习一会儿 子恒特意给你冲的奶茶还没喝呢 都快凉了 没顾上 来 这是子恒的爸爸从国外带来的曲棋 你尝尝 不用了 您太客气了 尝尝 尝尝 谢谢啊 不客气 有魄力啊 家梁 这个人的话 在香港屡创高架 你出手 收了他这么大齿幅的人无利轴 一定是得到高人指点了 这次呢 是 是 王老 他极力鼓动我 我才很下心拿下他的 破费不少吧 这个数 值 太值了 什么时候把高人给我引荐引荐 现在这股市房市啊靠不住 说烙就烙 只有这艺术品 越烙越值钱 温涛 今天你算来着了 我还有一件孤品 今天让你见识见识 那我今天可是开眼了 你等着啊 好好好 佑老师 怎么了 陈家梁 你好好管管你儿子 怎么能在容芬芳老师的奶茶杯里 放辣椒水洗衣粉呢 看把容老师给呛的 你也好好管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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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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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哦 真没事了 你 你千万别打孩子啊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去管管了 你小兔崽子 把我自己孩子扔一边 跑来照顾你 我不是看到你爸你妈 约给我四千五的份上 我怎么不干了我 你个小混蛋 一笔一笔伤鼓 哪都给你寄着呢 收拾不了你 我管你叫老师 放响你 容老师 请楼布 走 高先生 您怎么在这儿啊 刚才在陈欣赏家里 我就看见你了 原来他们家的贵客就是您啊 真不好意思 让您见校了 上车吧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 不用了 有什么事您就在这儿说吧 你不是一直在浦江实院教书吗 怎么突然想起来做家教了 您对这事感兴趣啊 那这个三句两句的还真说不清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容老师一定是碰到了什么困难 我朋友告诉我 你已经是他们家第二十个老师了 来一个走一个 有的干一天就走 给多高的工资都留不住 可你一直坚持着 为什么 挣钱啊 他们家给的钱多我就冲这个 别人受不了是别人的事 我倒觉得没什么 反正从小到大我也被人欺负惯了 看来 容老师是不想跟我聊天啊 上次你到公司来 实在是太突然了 我没有思想准备 如果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容老师多得原谅 谈不上 作为你妈妈的老朋友 我应该多给你点关照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在经济上有什么困难 尽管来找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是真心的 谢谢 我不需要什么帮助 我承认 当时我听了容火丁那番话之后 确实有一些非分之想 所以才去找了您 不过 您可能误会了 我怎么误会了 您一定觉得 我是冲着您的身份跟地位去的 对吗 您可能也认为 我是想到您那儿 得到点什么好处 对吧 您甚至还会觉得 我是去敲诈您的 难道您不是这么想的吗 今天我告诉你 我就是冲着 父亲这个身份去的 我小时候 荣火丁总说 他不是我亲生父亲 我一直觉得 那是他的气话 甚至他这么说 我还挺高兴的 可是后来我长大了 当他亲口告诉我 我真的不是他的女儿 我们之间没有一点 血缘关系的时候 我一下子释然了 我突然有一种 被解放了的感觉 我就想着一件事 只要我的父亲不姓荣就行 不管他是什么 高文涛 李文涛 王文涛 他是谁无所谓 他是干什么的更无所谓 不过 我还是得谢谢您 是您让我明白了 有个什么样的附近 并不重要 也靠不住 自己的路 还得自己走 我还有事 失陪了 你才死了呢你 够嘴里吐不出香呀 不能盼我点好啊 你怎么这么记仇啊 那你怎么不说给我打一电话 交不起电话费啊 跟我说呀 我给你记过去 行了嘛 就吹吧 你有多少钱啊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挣的可真不一定由我多 什么意思 短短时间内 你是又帮一大款是吧 错 是大款的儿子 赌的 十一 可帅了 你老少通吃这种疯吗 我跟你讲啊 这小屁孩跟你小时候一样混蛋 我现在天天收着 就跟收着你似的 你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高级家教 一对一教学 月薪四千五 养解 我觉得那小混蛋肯定没有混蛋 能被你给收拾了 还不行 抽空我回去 教他两个 好好收拾收拾你 好 回来 吹吧你叫 你有钱买回事料吗 要不然哥们给你寄点钱 你回来一趟 你可千万别这样 抽空啊 来大北京 到三里屯好好打听打听 阳光怀旧 出场 离运救人 得了不得了 这么不吹 我还真不吹 我跟你说 你来三里屯 到你上场了 快点 来来来 到了 你等会儿啊 我让我经纪人 莫妮卡跟你说两句 又跟谁吹 真不用吹 你说实话 总意把她吓死了 就找实说 哈喽 我是林月的经纪人 莫妮卡 林月现在可是三里屯 最红的酒吧 老男孩的主场歌手 我们公司最近 真准备给她出专辑呢 实话实话 全是实话 这业务上还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就和我联系 好 我的手机是 要死你了 你只有你什么 就赶紧把你拿给你 快点啊 听见没有啊 全是实话 林月 你现在是一外国人给你当会计 中文说得真好 龙芬芳 你现在好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啊 咱能不能把脑子里边那些米田 不用清一清的 你怎么就听不出来的是中国人啊 这人你认识啊 我认识啊 谁啊 你 你记着啊 当年在惠民饭店 我跟人打架那一回 英勇奋战 你记着吗 你得了吧 还英勇奋战呢 都被人打成那怂样了 最后还是我替你出的头了 行行行 这事先不提了 你记着我是为谁打的吗 谁啊 就那土大款身边那漂亮女孩 田欢 人现在叫摩尼卡 她呀 对 你说她好好的一漂亮女孩 干嘛起义外国名啊 这你不懂 出来混社会 都得起义洋名 洋气 洋气个屁啊 洋气你现在还住在 城省这个部 娄儿 什么意思 你自己说的 你听听 三里屯 十八里屯 你现在是在河北呢 还是在东北呢 台底下听你唱歌 那些农民伯伯 特别喜欢听你唱歌的 能好脚好辣 能要邪呢 三里屯 是北京的洋人街 就跟恒山路是一样的 小红就得先在三里屯唱 这儿有好多腕儿 你懂吗你 我现在不比他们唱 哥们现在屁股后头 一大堆的歌迷 我跟你说出门就是麻烦事 合影的合影 签字的签字 一不小心就抱我身上 碰着人不懂事的 抱着脸就啃 你还没分急 得注意公共行相啊 你越快点人都急了 招什么急 沉住气 我递给我点架子 最后叮嘱一句 好好对我女儿 婚姻大事赶紧考虑起来 如果实在嫁不出去 那朋友我就受个累 再娶你一回 我谢谢你啊 你别挂啊 别挂 千万别挂 快点 军要登场了 拿着电话 别挂啊 别挂啊 来 来 来 上 来 我跟你讲 今天一定要得玩 够玩是吗 必须得玩得够玩 好一点 多一边 多一边傻 你先玩得够玩 各位 对不起 让大家久等了 今天晚上 咱们改改菜单 唱首老歌 这首歌的名字 叫我们的生活 充满阳光 我想把这首歌 送给我一个笨蛋朋友 这歌老了掉渣 但是在他八岁生日那天 我曾经给他唱过 现在我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希望阳光照耀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笨蛋的身上 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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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你的手机 莫妮卡 文芳 竖起你的猪耳朵 幸福的花 心中开发 爱情的歌 随风飘荡 我们的时尾 我们的时尾 飞向远方 啊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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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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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多 啊 啊 啊 亲爱的人啊 携手前进 携手前进 我们的生活 充满阳光 充满阳光 我们的生活 充满阳光 充满阳光 大夫 我女儿情况怎么样 根据检查结果来看 您女儿应该是 先天性而龙 芳芳啊 你这样不吃不喝的可不行啊 把身体搞坏了 彤彤怎么办 总要吃点东西的嘛 姐 有什么事也得吃东西啊 彤彤不就是聋了吗 要是小孩抹屁 可不腿瘸了 咱们不也得养着吗 你说的什么话 芳芳啊 你看 舅妈又把鸡汤给你热了一遍 起来吃点 妈 这可怎么办 真是愁死人 你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见电话响 好 喂 你谁啊 林月 雷雷是吧 哦 林月哥是我 我是雷雷 去 教你姐接电话去 对 我姐躺床上休息呢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你听我说啊 雷雷 你哥我 现在马上就要参加全国青年歌手选拔赛了 马上就上电视了 你赶紧叫你姐 起来给我接电话 快点 我 我姐 真不能接电话 什么意思啊 出什么事了吗 说话来嘞 林月哥 我姐 真出事了 是我知道出事了 出什么事说 她的孩子查出来 是个笼子 你这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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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一次出名的机会 你现在都不能走 林月 闭嘴 林月 你这又怎么了呀 那奔方那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这我再跟你说 林月 你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一次出名的机会 你现在都不能走 林月 闭嘴 林月 你白痴啊 林月 你白痴啊 林月 小说你就说 我是天底下最大的倒霉蛋 原来我不信 现在信了 心里边觉得难受 就哭出来 觉得委屈 就要说出来 哭完了说完了 咱这日子 还得好好地往下过 文宝 好 我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是屁话 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天打下来 有我顶着 有我顶着 真的嫁给他们厂长了 爹阿姨 我明白 那什么房租 我会多交一点的 对 我们来交 我们来交 芬芳啊 你带的孩子 还是单独住后 那倒用不着 你看那间小屋啊 已经有人租了 我有收入了 用不着你们多交了 那可谢谢你了丁大姐 你真是好人哪 不客气 来 里边请 好 芬芳啊 你等等 过来一下 孩子给我 你给我 请进 好 好 您忙啊 好嘞 好嘞 谢谢 谢谢 阿伯 丁阿姨啊 谢谢你啊 别客气 客气吧 我 林月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一不小心 又跟芬芳成邻居了 隔壁的屋子是你租的 是啊 就不是林月吧 舅舅 你好 你好 别站外面呀 屋里说吧 走 快进屋 赶快把那个芬芳的屋子 收拾收拾 好嘞 好嘞 芬芳啊 按说你现在的情况 舅妈说什么都不应该 让你一个人出来住的 没事 我这么住挺好的 再说雷雷不是要考大学吗 她得复习功课 家里面需要安静 不能那么多人 还是你懂事 这钱 你先拿着用 不够了 再跟舅妈要 不用舅妈 我有钱 拿着 你要是不收的话 那舅妈心里 就更过意不去了 听话 谢谢舅妈 谢谢舅妈 那舅舅 你不用管 不用管 我来啊 老婆 老婆 你这小胖妞 丽雅 跟外婆说实话 你这次 是不是为了芬芳 专门从北京回来的 外婆好眼力 让你一眼就给看出来了 凌鱼 芬芳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 你正好住这儿 多照顾照顾她 外婆谢谢你啊 您看您这话说 我回来不就是干这事呢吗 妈 凌鱼 你怎么在这儿 丁芳 这下可好了 凌鱼就住在你隔壁 总算是安定下来了 真没看出来啊 凌鱼这个小子从小坏透了 他长大了吗 还变得有情有义了 你说凌鱼这小子 会不会还想和我们芬芳 好吗 那你真逗 那芬芳原来嘛 只是带个偷油瓶 现在好了 偷油瓶还是个笼子 除非凌鱼啊她脑子坏掉了 那可说不来了 这小子跟芬芳都能够假结婚 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妈你说呢 姐姐啊 一会回去的路上 你拉我去趟龙花寺 去那儿干嘛 去烧猪虾 保佑芬芳母女平安 姐姐姐 是得烧猪虾 各位 谁让你搬到这儿的 我让我搬到这儿的 你马上搬走 凭什么呀 就许你在这儿住 不许别人在这儿住 你怎么那么霸道啊 别那么自从多情 我回来不是为了陪你的 就让这乌鸦嘴都闹着 你说得对 农民伯伯的确不喜欢我的歌 回来三里屯跟十八里铺 都混亡俱了 那我不回上海回哪儿了 回来 我得有个自己住的地方了 这儿便宜啊 行了 你别贫了 我告诉你啊 你这么做 我担不起 那行 我也不跟你绕圈了 我就是冲着佟洞回来的 我知道 可能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可至少我在这儿 我心里面能踏实的 您说我们这排了一宿队 挂了您的号 就为了到您这儿 听您说这个吗 那你想听什么 你到底是不是大夫啊 这从我进了屋你就开始写 你才说了几句话 你多说两句你能死吗 走走 什么呀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怎么说话呀 你看病了吧 这么点孩子 你上来就说没法治 你不等于给他判死刑吗 行 有你这样的大夫吗 我本来是来看病的吗 什么大夫这是 病厉害要吗 你拉我出来干吗呀 我病还没看完呢 你听我说 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刚才的话 我也听得清清楚楚 你这么急着白脸 对人下一声没有意义 人家不是针对你 你就是把他打一顿 又有什么用 他能把童童病治好了吗 你什么意思呀 我没什么意思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你向着谁说话呢 咱能冷静点吗 我冷静什么呀 这什么大夫呀这是 他光开单子不看病 他治了吗 他就说孩子不能治 我今天我必须让我立下自诀 他必须要说的话负责任 那是得一个医生这么说吗 你去过多少家医院了 不是所有医生都说治不好吗 那就不治了这病 我不管 他今天必须给我治好 要不然我饶不了他 回来 耍魂是吗 是不是 我再讨论我现在就上去 我让他马上把童童病治好 治不好 我都给他打成真哑巴 通过了吗 学着隐藏倔强 学着不再痛疼 学会成熟需要 忍耐坚强 眼泪啊 随风流淌 感谢岁月刻画了我的伤 中文文字幕阻整理 我终于 都帮助我 人海中流浪 你在我心上 爱情是坚守还是有我 都是我的信仰 信仰 好 黄泰 你不得到 没有 你不得到 我 你不要 女士 请 谢谢啊 请坐 来 自盘谷开天 女娲造人 何出图落出书 福西市闯先天八卦 周文王造后天八卦 至此世间一切关联皆有其定数 不 女士 我们算是有缘人 您就是常大夫吧 在下正是龟元堂的堂主常陆庸 我祖上常玉梅 自打大明万历五年 开唐济世代代相传 至今已有四百二十余年了 传到我这物字辈是第十九代了 那我想问一下常大夫 您这主要看的是外科呢 还是内科呢 这位女士啊 我中华医学无科史之分 分科必定骇人 为之屠夫也 我被医者徒有继耳 唯不知学 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云云众矣 然杰出者寡矣 言归正传 我们看病吧 我先给您把把脉 常大夫其实我今天 是带我女儿来看病的 您抱孩子来了 我焉能不知您的用意啊 只是您有所不知啊 这身体发肤 皆受之于父母 孩子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 那只是果 因不在他 而在您 看病不徐因只问果 那必是庸矣 那个 常大夫 你看我不懂啊 我就是想问问 那您看都没看 您怎么就知道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呢 您觉得我归元堂这三个字 是白来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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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 孩子复一面世 便已失聪 受孕之初 你可抑郁伤情许久 胎儿出城人形之际 可曾动了胎气 你因情伤气 守绍阳三交经 虚于内劫 孕妻任冲二脉受损 几尽流产 胎儿险些丧命 正因我已了然 这孩子住胎时 一封 脚孙 耳门 听宫上官下官 六血居损 一封 以致失聪 请讲 常大夫 那我想问您 您觉得我女儿这病能治吗 这个嘛 杨夕儿 我一定要见沈医 不能接着 我师父就在行医呢 杨夕儿 杨夕儿 我已经心里见沈医 怎么了杨夕这是 沈医啊 我是来感谢你的 我们老杨家 感谢你呀 杨夕儿 这可使不得呀 您快起来说话 这可使不得杨夕儿 起来说话 沈医啊 我今天是给您俩报喜的 好 我孙子这多年不说话的哑巴 他开口了 沈医 真谢谢你呀 沈医啊 杨夕儿 杨夕儿 这现在普天之下 哪有什么沈医 这现在有些人呢 动辄就以沈医自居 我常务庸可不是什么沈医 我经常恨自己这悟性太低 以至于现在医术浅拙 不能医好天下人所有的机患 我愧对祖先的恩泽呀 沈医啊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呀 来 孙子 给恩人说句话听听 奶奶教你的 慢慢说 文 知 出 熊 百 善 好好好 你听听啊 这是昨天晚上 这是我刚刚教过他的 哦 哎呀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呀 沈医啊 你说说 当初我带他来看病的时候 他一个字都不会说 一句话也听不见 你看看现在 他能说三字经了 好 好 好 我想好了 等着孩子长大了 一定让他吃开口饭 这样才能报答你长生医的大恩大德呀 惭愧惭愧呀 这一万块钱是我们全家人的新医 你一定要收下 妖嫂 这口使不得呀 哎呀 收下吧 这真的不行 哎 杨嫂 您听我说 咱们当时不是说好了吗 如果这孩子的病治好了 您哪 就给我点药费 如果这孩子的病治不好 我是分文不取 咱们这归原堂 可不比外边那些龌龊的地方 我常务庸 也不是江湖的骗子 我不行这个 收下吧 哎呀 杨嫂 这真不能收啊 您拿回去 留着以后孩子上学用 我这还有病人 小本啊 帮我送一送杨嫂 好 您先回去吧 好 好 好 杨嫂 杨嫂 咱们走了 谢谢您啊 谢谢您 您慢走 杨嫂 谢谢您 谢谢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没事 没事 卖我一把玩 我可以肯定地说 您孩子这病 我能治 我这就给您开方子去 吃饭了吗 吃饭了吗 有事 这这儿 因为童童的病 我心情不太好 话说得深了浅了的 你别往心里去了 说这个人 都能理解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把童童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是要给她幸福 我不是让她来受罪的 想死是吧 容易啊 跳回去 这事就成了 你想过童童吗 你想让她生她就生 你想让她死她就死 你有什么权力决定 童童的生死 你自己都说 连蜜蜂跟蚂蚁都知道疼 你想过童童的感受吗 天下有你这样的母亲吗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道理 从小到大 我什么苦没吃过 我什么委屈没受过 我怕了吗 我趴下了吗 我不是没努力 我不是没拼过命 我结果是什么呀 我承认 我笨 我傻 可我不是什么坏人 凭什么最倒霉的人 永远是我 凭什么天下所有的倒霉事 都让我一个人遇见了 这世事过得看不到希望 我跟童童活着还有意思吗 你闭脸 你抱着童童跳回去 那才就没希望呢 老天爷不会让你这样的好人 苦一辈子的 你给老天爷点信心行不行 什么信心呀你说 希望在哪儿呢 你砍什么 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不就是七万两千块钱吗 看清楚 钱我给你还了 看清楚 这钱我还了 我还了 七万两千块钱 两条人命 咱的命就那么贱吗 就这么不值钱 看清楚 这事过去了 我会是 这次他感情 根据 打扮认 这次 有什么 都 是 是 他叫你 救命一口 叔叔 你代表她的 赶紧 赶紧 帮你帮我 你帮我 你看我 我帮你帮我 你帮我 你的帮我 你帮我 一定会治好 咱不能干这种傻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什么事了 坐 你带孩子来这儿干什么 我要给你看看东西 什么呀 钱 全是钱 你是中奖了还是抢银行了 别胡说 官局通知我那个骗子神医被抓到了 赃款收回来了 让我今天去把钱领回来了 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傻人有傻福了吧 通通 妈妈傻啊 那妈妈有福气 你说这骗子也是 骗那么多钱都不赶紧花了 咱俩攒着 土包咱们什么 跟你调挺配 帮着谁说话呢 你以后别老带这么多钱出来 万一要让人抢上他 你再死一回啊 那么倒霉吗 那说不准 再说这种事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我来就是想让你跟老板请个假 陪我去找一下你妈妈 咱俩把钱还给她 没事 她那儿有钱 你先留着花呗 那不行 欠人钱我睡不着觉 你去不去啊 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 阿姨 这钱还给你 谢谢你救了我跟童童的命 别这么说 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 咬咬牙就都挺过去了 我记住了 我的意思呀 你这个钱 先别急着还 童童的耳机还是要制的 我相信现在医学那么发达 总归会是有办法的 我攒这些钱也没什么用 凌超都已经有着落了 这钱是给凌月结婚用的 你看凌月那么喜欢童童 花在童童身上 我就当做是凌月花的 啊 你久 我说什么来着 童童啊 这就是奶奶 这就叫大气 奶奶还有好多钱 让她都拿出来给我们花 好不好啊 文芳 这钱不用还 那怎么行啊 这钱不用还 我会心里觉得不安的 阿姨 这钱您留给您的亲孙子吧 我 我替童童谢谢您了 那也好 这个钱你什么时候要用 你随时来拿 谢谢 来 来 童童给奶奶抱抱 来 奶奶抱抱 好 好呀 童童呀 你是越长越漂亮喽 童童 童童啊 奶奶有个好东西要送给你 童童就是人家名爱 让我妈多喜欢呢 童童呀 童童呀 你看 奶奶给你买了什么 奶奶给你买了很久了 一直都没有 抽出空来给你送去 你看 好看吗 好听吗 好 高总 龙小姐来了 你好 你好 找我 又有什么事情啊 您别紧张 我是来还钱的 我说了 这一万块钱是送给你的 不用还 高先生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这人吧 我不欠人钱 再说 您这钱确实帮了我大忙了 我谢谢您 那个 钱我就搁这儿了 等一个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那到底出了什么事 现在 你可以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吧 我发现你这人有一毛病 你总还抓着过去的事不放 既然你这么喜欢刨根问底的话 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听 说吧 我觉得吧 人这一辈子 难免犯错误 但是不能因为他犯了一次错误 就永远得不到原谅 你是说你妈吗 可能在你的眼里 他不是一个好女人 但你这么看他 对他来说不公平 因为在我眼里 他是一个好母亲 好女儿 他就是一个好女人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告辞了 在哪的 他不在哪的 你 一人比你 好男人 是你 可爱自己 哎呀灰姑娘 我的灰姑娘 也许你不曾 想到我的心回头 如果这是梦 我延长最不愿意 我曾经忍耐 我如此等待 也许再等你到来 也许再等你到来 阿姨 这个光复楼四百二十三号怎么走啊 往前走 过了这个小龙堂往楼上走 谢谢啊 好 没关系 来来来 帮我一个 帮我给小货啊 赶快再来一个 来 来 算你 再来一个 你好 你好 你是莫 莫妮卡 我经纪人 来 喝杯水 谢谢啊 林月 人家大老远从北京过来的 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那当然了 别客气了 没事 没事 我买菜在家做 你等着我啊 真不用客气了 没事 没事 行行行 你别管她 芳芳 都不是外人 别搞特出啊 咱们吃什么 她吃什么 来 坐坐坐 你等会儿啊 我去看见孩子去 我去看见孩子去 你 就叫我纯粟 你再去看 我也要吃饭 你婆娘 你吃饭了 我去看见孩子去 你看见孩子去 你搭一项 你也就去吃饭了 你要的钱给你带来了 多谢 得嘞 莫大姐 我在这儿给您鞠躬 至于吗 你就五千块钱还给我鞠躬呢 人穷至短啊 你这可是雪中送炭 行啊 这回童童的奶粉钱又着落了 在心里边也就踏着了 我说呢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你都不肯回北京 你说吧 接下来让我怎么给你宣传 宣传什么呀 你说宣传什么呀 你找了这么个神仙店 给我当上未婚爸爸了 你让我怎么和外籍交代呀 交代什么呀 谁是未婚爸爸呀 这是我一哥们儿的孩子 哥们儿的事我能不管吗 谁是未婚爸爸 我儿子的朋友 不是 你就是个人 你不会再被人家 不是 哎呀 那是不是 你找我 有个人家的孩子 就算是个人家的孩子 你就算是个人家的孩子 那算是个人家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 你算是个人家的孩子 überhaupt 我总觉得吧 你们这关系挺不一般的 我 我没懂你什么意思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你说吧 林月在北京的状况你了解吗 她没怎么说 她怎么了 没事 她在北京挺好的 音乐圈都特别认可她 我也挺看好她的 但是这次吧 就因为你 我是怎么劝都劝不住 她非要回上海 说实在的 这次为了你 我们是放弃了一次大奖赛 拿冠军的机会 还有大把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就瞎猜啊 恐怕你们俩的关系 没那么简单吧 对不起啊 我是经纪人 所以我必须得了解 没事 但是你误会了 我们俩就是哥们儿 从小到大都是哥们儿 行了 少做俩菜了 我你可走了 但是她把这个留下了 你瞧瞧 五千大圆 咱现在是富人了 正头儿童童过生日没绝 这下齐了 你回头 把外婆 舅舅舅妈全叫着 咱这顿饭要吃 就得帮大了吃 咱要像不像样的 给童童过个生日 行 咱好好地给童童过个生日 不过你得答应我 生日过完了 你就回北京 怎么了 要不是摩妮卡跟我说 我都忘了你还是个歌手 在北京发展得那么好 这么耗在这儿 我怕会耽误你 没事 你放心去吧 童童我一个人待得了 你别听摩妮卡胡说八道 我哪儿也不去 建议 你…. 你对我来说 喔